二次方程式之前啊 有沒有人有印象我們一年級獎合是什麼方程式 一元一次 對 有一元一次 國一的時候 我們講到的是一元一次 什麼是一元一次 是不是比如說3x-2等於8 我去解x對不對 然後呢 一下的時候我們有講到二元一次 沒錯 大家都記憶很好 二元一次的話 是不是2x加y等於3 當初我們去解x跟y的時候 是不是用解連力的方法 是不是用解連力的方法 對 連力方程式去解x跟y 那為什麼我們要叫它做一元一次 原因是因為位之數的次方 有一個位之數就叫做一元對不對 那位之數的最高次方是一次 所以就叫做一次 叫做一元一次的原因在這裡對不對 那二元一次呢 代表幾個位之數啊 對 一元一個 那二元就是兩個位之數 是不是xy 那一次的意思就代表 這兩個位之數的次方都幾次 都幾次 一次啊 才叫做一元 二元一次啊 可不可以 那來看一下 那一元二次咧 幾個位之數 如果現在在講一元二次 一個位之數 是不是 二次 二次就代表 這一個位之數的次方 是幾次 二次 沒有錯 所以 這個不用操 第一句就告訴你了 一元二次 方程式的位之數一個 最高次方是二 就叫一元二次 來把這個畫起來 這一個就是一元二次最基本的樣子 A還有V還有C都是它的係數 可不可以 那x平方 這個就叫做二次 x的二次 x的一次 然後常數項 那既然叫做方程式 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必須要有等號 才叫做方程式 有沒有問題 那前提還有一個要注意就是 這個A一定不為零 如果他為零了 會怎麼樣 他如果 這個A如果是零的話 我這個二次是不是就不見了 我就不叫做什麼 就不叫一元二次了 所以這個A不能為零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那來看一下 在解一元二次裡面啊 你們還記不記得 在解一元一次也常常出現什麼 誰是誰的解 誰是誰的根 對不對 那個的意思是不是就告訴你說 我解出來的x 就代表是方程式的什麼 解和根 你有懂嗎 就是我x解出來的答案 假設等於3 假設x解出來的答案等於5 這個就是根或者是解 有沒有問題 好 然後這邊先給你們一個觀念 這個到高中會延續喔 就是現在x有平方 x二次就會有兩解 兩個解 如果你今天像我們國一在學一元一次 我x解出來是不是一個答案而已 對不對 在這裡x解出來是多少 是不是3分之10 一個答案對不對 可是當你在一元二次的時候 你會解出來會有兩個解 那我問你如果x三次會有幾個解 三個 對三個 這高中會講 那有沒有4個x4次 有 有4個解 有沒有x5次 有 x5次就是有5個解 這樣可以嗎 那當然就是依此類推 然後這個在那個數學的 數學的演化裡面啊 它會還有更高階的啦 就會告訴你說x幾次會有幾個解 去怎麼解他 啊你們猜看看 這個這個方法在多久以前就被發現了 一千 四百年前 大概牛頓那個時候吧 牛頓是大概一 新元一六多少年 十七世紀吧 兩百 兩百嗎 一六多少年前欸 對差不多四百年前 這個就已經被解出來了 所以古人都會解了 你們沒有到底不會解 你知道嗎 這問題喔 我能活那麼久 我才幾歲而已 四百多年前欸 哇 好 那來看一下 一開始的做法是 我們啊 最簡單的可以利用十字教程 所以你們會覺得這個單元很簡單 因為它就是延續十字教程 我們的方法就是把方程式寫成 A乘於B會等於0 那其中我問你喔 A乘於B等於0 有可能是不是A為0 或者是什麼 B為0 A為0或B為0 這樣就可以去解出方程式的解 舉個例子來說好不好 抬頭看一下這邊 這個東西是不是已經幫你十字教程完了 對不對 這一個如果是A 這個看成B 兩個相乘要等於0 請問我是不是有可能是A為0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B為0 那如果A為0的話 請問X解出來是多少 是不是2 第一個答案 再來如果是B為0的話 B為0就是這個嘛 X解出來多少 副4 所以呢 剛剛有沒有講過 1元2四方乘4會有幾個解 兩個 沒錯 就是X2或X4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沒有問題的話 隔壁 答案要選哪兩個 如果這兩個方程等於0 寫寫看 不是嗎 對阿 也是一樣阿 兩個是不是會為0 對啊 所以X解出來分別是什麼 X4也會為0 X4也會0減 0減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問題 寫完再抬頭看 寫完再抬頭看 寫完再抬頭看